嗨各位网友大家好 那么随着古风i5发布的宁静 市面上出现了不少假冒古风i5的机器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用古风i5的工程机 与普通的假冒伪劣产品进行两项简单的对比 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 在黑屏状态下 假冒伪劣产品的屏幕发白 而古风i5的屏幕呢 则是同原型机一样采用黑金屏 那么点亮屏幕呢 我们就会发现 假冒伪劣产品的颜色发白 各菜单的显示效果粗糙 没有任何心理感可言 而古风i5的颜色则是心眼逼真 清晰锐利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除去屏幕材质上的差距 假冒伪劣产品的屏幕分辨率 仅为FWVGA级别的480x854 而古风i5的分辨率则是达到了 QHD级别的960x540 那么显示效果自然更胜一筹 另外当经过安兔兔评测跑分后 我们可以看到 两款手机的格分分别为5933分和4473分 那么两者的差距呢 竟是达到了1400多分 那么究竟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猫腻 请继续关注古风官方网站 3w.gophon1.hk 了解更多详情 谢谢大家的收看